搭乘多元基層车是大家通勤的时候的好工具 没想到有民众搭车玩 发现这里痒那里也痒 竟然身上出现这个生物 到底是什么虫 乘客脱掉身上衣物 发现这一只又一只 疑似就是床尸 也就是臭虫的一种 衣服啊 包包啊 袜子 鞋子 统统都有虫 然后两个人身上抓到 至少差不多三十几只的虫子 曾先生跟两名朋友一起搭优步小黄 其中一人搭十分钟后歇下车 身上没有染虫 但其他两人从北市信义区 到新北树林搭了四十分钟 回家就发现满满床湿 清洗过的包包鞋子 也只能先用塑胶袋包起来 等晒完太阳才敢用 就花很多时间整理 我们一路整理到 早上将近到十点的时候才结束 朋友的发文中 然后有网友就是看到说 有一篇文发的剧情 跟我们类似 蛮像的 早在去年就有网友发文 搭到同辆车也出现床湿问题 曾先生对比两张搭乘记录 不管是驾驶姓名 还是照片 衣服 甚至是车型都相同 认为就是同辆车 曾先生赶紧就医 并通报1999 也向Uber反映 信息了两三次申诉之后 他们都是会有罐头讯息 那最后他就赔偿了我五十块 然后就当做没事回事了 不满Uber处理消极 后续客服才回应会全额退费 并停止曾先生跟这名驾驶配对 并不是直接停拳 换句话说乘客还是有机会搭到 而询问Uber回应 内部还在确认中 只是官方也没有公布 这辆车轨迹 以及习惯在哪缆客 继续趴趴走就怕这疑似床尸的臭虫 也跟着他到处跑到处散播 东森新闻许舒敏灿文新北报道